邓小平也也在这里画了一个圈 这个城市包容清和的体现 爱上了就无法离开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百度百科苗董本尊达 我出身于广东省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描述猜一下 我的家乡具体是哪个城市 四十多年前呢 邓小平也也在这里画了一个圈 让它从一个小鱼村 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并以迅猛的速度成为四大一线城市之一 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呢 就是深圳 想知道我与深圳这座城市的故事吗 就来和我一起了解一下吧 深圳的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即使在冬天也是绿树如荫 等到春天真正来的时候 新衙已经顶掉了就业 在深圳隔海就能望见香港 深圳是富有活力的 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外国的小哥哥 小姐姐啊 深圳摩登年轻快节奏 但不识人情味 我自己就亲身体会 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 很少遇见本地人 人们说着不一样的口音 却都说着普通话 可能较少有历史的味道 但是爱上了就无法离开 深圳不仅是有高楼大厦 其实有很多地方也可以去游玩一下 一定要去世界之双看一看 世界之双是把世界奇观 历史遗迹 名胜古迹和歌舞标准 等融为一体的微缩景观公园 那里的每一个景点 都是一首首凝固的交响师 非常值得一曲 还推荐大家去玫瑰海岸 感受一下深圳的浪漫 多情的一面 内的海边壮阔 沙瓶水清 海岸拥有众多城堡 花海等梦幻场景 非常适合爱拍照的你 夏季的时候 脚踩着细软的沙滩 漫步在玫瑰海岸 清凉一下简直不要太惬意了 深圳是移民城市 所以说深圳的特色美食 既是广东各个地方的美食 各种海鲜 沙盒粉 潮汕手打牛丸 烧辣 包仔饭 肠粉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饮食 还有 可能是因为失息较重的缘故 深圳人都喜欢喝凉茶 所以街上随处可见各种凉茶店 深圳吃早茶也会拼桌 就是大家所说的早点 不认识人也会在一个桌子上吃 记得我几岁的时候 还和别人一起拼桌 氛围很融洽 现在回想起来 我认为是深圳这个城市 包容清和的体现 听我讲完我对家乡的介绍 大家有没有对深圳更了解呢 快来深圳吃港式甜点吧 关注百度百科 苗董本尊达 让复杂的知识更简单 我是徐凯 在这里等你 上百度APP搜索 深圳观看完整视频 怎么说呢 菠萝油是我们陪着我们一起 从小到大的食物 就是食物 就是每天早上去便宜店 买一个菠萝油 然后买一瓶奶 然后就可以拌着吃 就特别好吃 这是 广东算是 最多人喜欢吃的 其中一个 小吃之一吧 对 我觉得就是在外漂泊的时候 能够给我力量和极有温暖 还有就是使我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